哈喽各位线上的朋友以及佳人们 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 非常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今天第二场的线上健康会场不生病根本知道的直播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Jacklyn 哈喽 相信早上有出席的朋友都学习到很多关于MLive的秘密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一场也不要错过 今天是我们线上健康会场进入了第15天了 也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赶紧赶紧趁现在还有时间 把我们的facebook live分享出去给你的家人朋友 邀请他们一起进来学习 有留守到15天的朋友 可以不可以在我们的checkboard那边刷上一波yes 就是yes就是代表你也有一只一只的就是来进来学习和聆听的哈 其实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冠老师已经教了我们15堂的课了 大家在这15天是否有学习到很多呢 相信肯定是有啦 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啊 还记得冠老师以后我们讲三大杀手是什么吗 那三大杀手呢 就是癌症 心脏病中风还有石膏等等的啊 这些病呢都 起因呢都是因为我们的血有关系的哈 身上每一部分的血呢 只有三个部分没有血 还记得哪三个部分呢 啊 就是头发 牙齿 还有就是指甲 这些都是一些常识啊 此外 关老师呢也教我们很多有关睡觉的知识 记得不要趴着睡 和灯光音乐还有室内的温度都是有关系的 原来啊睡觉也有学到的哦 也有学问的 OK 关老师呢都把这些精髓呢分享了给我们 也一样你学到也要分享给你身边的所有朋友 如果大家想学到更多健康的资讯 请大家follow我们的facebook哦 有新的资讯呢 将会第一时间呢让大家知道哦 还有在这里呢我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参加我们三月份世界睡眠乐哦 记得要like and share 还有就是不要忘记 Going 按Going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当然还没有接床的朋友呢 今天可是最后一次机会啦 你可以联络你MLive的朋友哦 或者是介绍你上来线上会场的朋友 若你在facebook看到我们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少我们的QRQ申请就可以了 今天关老师会和我们分享些什么呢 关老师会分享电位疗法的秘密 就是身心灵啊 与身心灵的结合效果会更加的好哦 另外呢 关老师也会分享MLive的秘密哦 还有怎样有效使用MLive可以改善我们健康去到更好的水平哦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用心聆听哦 关老师本身呢 拥有20年电位疗法以及丰富的经验 他的分享呢非常的生活化 让我们很容易明白和吸收 他很喜欢 大家都会很喜欢听关老师的分享啊 那么呢 他在这边呢也帮助了很多人呢 重获健康 所以啊被他帮助过的人爱戴他的人呢 都称他为健康导师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线上的朋友你准备好了 请刷上一波巴以最热烈的掌声 邀请我们的关老师住场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关老师 有没有注意到关老师今天穿到很红哦 没有穿大衣啦 是啦 要接近这个过年了哦 关老师呢在这边了哦 跟大家了哦 白个年了哦 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啊 然后大家呢 也一定要的就是说什么呢 一定要就是 生活越来越好 这个是大家都想要的哦 这样子哦 所以哦 大家 Happy New Year啊 OK 好 那呃 就是今天是关老师分享的 最后一天 啊 我很不舍得哦 你们有不舍得吗 如果不舍得的打一个yes出来 不舍得的打一个yes出来 OK 哦 如果赶快要关老师乖乖走的打一个no出来 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行笑了哦 OK哦 那关老师呢 讲了不知不觉讲了是多天 那关老师是帮助大家是分享这些知识啦 有用电位疗法怎样帮助到大家 是的 我也很舍不得你们 是的 大家 是的 我看到很多 很多天天都爱听的 关老师都知道你们 OK 谢谢你们的支持啦 希望可以让你们有学到东西 把这些好的分享出去 好 营养师呢 就是用营养学教大家怎么吃 来给大家恢复健康 医生呢 就是教大家怎么吃药 或者是帮大家动手术 让大家恢复到健康 那 我老师呢 是我重视自然疗法 是用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的 电位疗法 来协助大家的健康 哇 是不是 关老师今天很帅 谢谢你 我也是注意到 好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OK 我希望把最好的留下给大家美好的回忆 好 然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关老师还会分享 更多的资讯给大家 其实在这边 健康资讯没有分享到很多 那希望大家 也有足够的学到 如果有机会的话 关老师还会更加详细的分享更多的东西 健康的东西是讲不完的 而且一直都在更新的 所以大家 这个十多天 这个十多天呢 关老师已经浓缩了 把精华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仔细的跟大家分享 OK 那今天关老师还会教大家的一些最后一堂课 是什么呢 昨天教大家一个身心灵的秘密 今天关老师教大家的最后一堂课 就是跟大家讲这个我们MLive的秘密 OK 好 所以呢 可以给大家 所以 关老师昨天有讲到的 教大家是什么呢 OK 就是全人健康 哇 我们又睡得好 血又干净 然后又可以把我们洗涤心灵 这个就是全人健康 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越来越美好 OK 这个是关老师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的资讯 所以呢 请大家就是说 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这个全人健康的状态 身心灵都好 这个是非常好的 OK 当然MLive就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说你的心情很复杂 你可以听身体来睡觉 如果你的身体不是很健康 你睡得好的话 你清水的话 你的身体就会恢复在健康的状态 这个就是MLive的 所以MLive的话呢 那它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全人健康 那大家还记得吗 关老师昨天有讲过 我们人不怕死 但是我们怕病 为什么呢 因为死了就没有怎样嘛 但是如果病而不死呢 这个是很痛苦的 所以希望大家记得 OK 看到这张图 我们从右边开始 我们不喜欢走路不方便 我们不喜欢吃药 我们喜欢吃好料的嘛 我们不喜欢 就是说 经常去医院开刀 我们喜欢 住酒店嘛 不是住医院嘛 我们不喜欢这边痛那边痛 我们喜欢这边动那边动 这个才是我们喜欢 我们不喜欢去哪里别人推轮椅 我们应该喜欢 要去哪里 在全家人一起去 这个才是我们美好的生活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说 我们要预防疾病 这个是关键 那当然 只有病人才知道的事情 不是医药费那么简单 所有的费用都要的 除了费用之外呢 还有精神上的负担 还有精力上的负担 你照顾老人家 需不需要精神啊 需不需要精力啊 还有所有的费用 这个都是非常很大的一个费用 所以的话 请大家 就是好好的照顾你的健康 不然的话 你会影响到其他人 而且现在的医药费也很贵 各位朋友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费用呢 就是我们的key replacement 就是我们的膝盖移植手术 膝盖移植手术 它是政府医院10千到35千 这么政府医院也要签的 是的 政府医院也要钱去买那个铁啊 你换的那个铁呢 它需要钱去买的哦 OK 然后政府医院它的费用 它可能帮你装是免费的 但是那个铁是要买的 私人医院25千到45千 请问大家医药费贵不贵 所以啊 你的一个脚啊 一个脚有问题了 你动手术呢 就已经要花了25千 两个脚呢 如果两个脚的话 你就要准备50千了 所以有些各位朋友 听了过后哦 有没有觉得好像M-Life很便宜哦 告诉大家 不是M-Life便宜 是医药费更贵 所以我们看下第三个 OK Coronary bypass 就是心脏的 Bipass啊 烙到手术 从你的脚那边 拿一个静脉出来 在心脏那边借 政府医院4千块 可是私人医院呢 25千到80千啊 那这个费用呢 非常的高的 OK 而且是2018年哦 可能现在会更高了哦 所以的话各位朋友的话呢 这个费用是非常的高 所以那通了心脏手术 请问大家 你通了第一次 会不会再塞啊 会不会再塞啊 会再塞 那如果第二次 你就通了 会不会再塞 如果没有照顾 还会再塞第三次 所以呢可能用80千 第二次可能要百多千 第三次可能要200千 就是这样子 费用越来越增加 而且呢大家要看到吗 大家看一下咯 就是说啊 这个中风的啊 这个stroke的这个treatment 政府医院4千块以上 私人医院呢 35千到75千 费用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各位朋友 医药费是很高的 OK 请大家照顾好你们的尸体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 OK 预防不需要很多钱 可是治疗 确实要很多钱 而且我告诉大家 各位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 世界上哦 有两样东西啊 会一直增加 不会减少的哦 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年龄 第一个就是年龄 OK 第二个是什么呢 所有的东西都可能 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啊 股票也有高低哦 OK 物质的价钱也有高有低的哦 但是 除了年龄还有一样东西 只会高 不会低的 各位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费用啊 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费用 OK 各位朋友 关老师告诉你 是的 是医药费 医药费只会高 不会低 为什么呢 以前 以前的医药费的话呢 就是说 好像我朋友啊 我朋友以前 幼稚园的时候 我记得 那个小同学 各盲场 才几百块而已哦 可是现在各一个盲场 多少钱啊 各一个盲场 要整一万多块 十多千啊 所以各位朋友的话呢 现在的所有的那种 医药费啊 也会一直贵的 OK 医药费是的 医药费一直高 一直高 一直高的 OK 而且呢 医药费没有的做offer的啊 一直高 一直高的啊 好 来大家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啊 OK 医药费 住医院费很高咯 一直可能的哦 医药费一直高啊 一直高啊 但是没有办法啊 你不可能不给啊 20年后更高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是中国报讲的啊 OK 20年后医药费更高 我们来看一下排内障 现在动手术 眼睛啊 OK 3000到5000 20年后一个眼睛开到呢 要到34000 然后如果说这个心脏发作啊 现在10千到30千 以后的话呢 可以去到202千 膝盖移植手术 现在15千到40千 以后的话 可以去到270千 所以各位朋友 医药费贵不贵 我们直接看下面的那个 那个啊 癌症治疗 癌症治疗 现在的话可能是18千到300千 那未来20年后啊 就是2041年啊 最希望大家 你最好把你的身体照顾到好好 为什么呢 因为2021年过后呢 你的如果有癌症的话呢 可能你要花200万 癌症治疗 请问大家 现在银行有没有200万 有吗 有也好 没有也好 OK 请大家要照顾好健康 如果你现在照顾很健康 20年后你有一个癌症 200万都没有了 我很健康啊 那你最好也照顾你老婆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那个 你的月父月母也要健健康 其中一个人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都要200万 如果他没有钱的话怎么办 谁来处 所以想大家 请大家注意 一定要健康 这个不是关老师讲的 是中国方讲的 而且呢 医药费只会高不会低的啊 医药费也不会做offer的啊 来各位朋友 有没有听过医药费有做offer的 来来来 隔眼末 隔左边送右边 有没有啊 有没有这样子offer的啊 没有的哦 有没有呢 做offer 来心脏 心脏 通两条送一条 有没有这样子的offer 没有这样子的offer的啊 有没有说 啊来 那个脚啊 动手术 OK 老公动两个 老婆送一个脚 有没有啊 有没有这样子送的 动手术 没有的 医药费只有高 没有跌的OK 所以的话呢 希望各位朋友 你们要记得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健康 然后呢 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呢 就是说 各位朋友 我们人呢 要抵抗病了 我们要两个东西 第一 体力 第二呢 我们要财力 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 大多李宗伟 他本身的病呢 可以复原起来 他具备两个普通人 没有的条件 第一个 他的就是身体比较挂 身体比较强壮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的银行比较挂 他花费了接近千万 OK 所以这样子呢 他有这两个条件 所以他得到了这个病 他还有机会好起来 请问各位朋友 各位线上的朋友 我们的身体有没有比较挂 没有啊 那我们的银行有没有比较挂 没有啊 如果我们得到癌症会怎样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预防 一定要预防 这样子 那当然预防 治疗要很多钱 要千万 预防 不需要很多钱 OK MLife 100%日本进口医疗器材 单人床 15700 如果说平均每一天的话呢 4块3而已 OK 双人床19800 OK 那如果说这个 两个人税的话呢 一天平均起来 5块半而已 5块半啊 两公婆 一人2块7毛半而已啊 2块7毛半 老公2块7毛半 两婆2块7毛半 OK 就可以了 如果中间睡多一个女儿呢 一个人都不用2块钱 对不对 所以的话各位朋友 这个医疗器材 预防不需要很多钱的 恭喜有把MLife做决定 带回家的朋友 或者在线上已经在睡MLife的朋友 恭喜你们 为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做到预防了 就是可以预防了很多问题 好 那关老师呢 今天要跟大家讲 OK 关老师 我们MLife公司呢 帮助过很多人 帮助过很多人 恢复那个健康 但是也不是睡那么简单 OK 但是关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 我们是怎样帮助大家的 首先 大家看到的 杨先生Mr. Young 他有轻微的这个老人痴呆 你们知道吗 Mr. Young很有福气 就是什么呢 他的孩子买给他的 他的孩子买给他的 这是很有福气的 他孩子全部都很孝顺 孩子女儿都很孝顺 那知道爸爸有这个健康上的问题 他知道这个MLife 睡觉哦 睡觉是对脑有帮助的吗 关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过 未来十年啊 所有的病啊 都是跟睡眠不足有关系的 都是跟脑有关系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什么 忧郁症 焦虑症 癫症 或者是老人痴呆啊 健忘症啊 这些了 这些狂躁症啊 这些所有都是跟脑有关系 都是跟睡觉有关系的 OK 那Mr. Young呢 其实年轻的时候做生意呢 就是身体呢都坏了 所以造成呢 现在有一点老人痴呆 他的孩子买的给他 睡了过后呢 他竟然呢 没有这样严重哦 没有这样严重 就是恢复了 比较正常哦 全家人都很开心 不然的话呢 都不敢给他开车 一直24小时都要看着他 不然的话 他就那间走去哪里 就不会回来了 危不危险了 OK 所以的话呢 我们怎样帮到他呢 各位朋友 听好 如果你们家里有这种病的朋友呢 如果用这个deep sleep 你们有看到呢 他坐在那个医疗器材 deep sleep上面 OK 每天晚上怎样睡 因为他有老人痴呆 老人痴呆的话呢 他本身会比较不安的 这边怕那边怕的 OK 那这种的话 要稳定他的情绪 晚上就要睡 那个417的这个生平疗法 就是生灵的声音 他要听这个 来给他稳定的睡眠 然后那个M-Life的ABCDE 要怎么调 OK 因为要给他的脑嘛 针对性他的脑嘛 所以睡D生成睡眠 给他的脑恢复休息 还有睡E E就是给他有氧睡眠 给他的脑重新得到足够的氧气 对他的针对他的脑有帮助 所以请各位朋友 如果你们也是老人家 也是类似Mr. Young的痴呆 就是老人痴呆 有健忘症 或者是什么记性不好啊 或者是晚上不能睡的朋友啊 你们就是用这个模式 OK 可以帮到你们 好下面的Mr. Lu Mr. Lu呢 下面的中间那位Mr. Lu Mr. Lu他本身呢 就有心脏阻塞 50% 还有呢他有尿式镜 他需要包papers的哦 包大人啊大家有没有听过 所以他不敢去旅行 为什么呢 因为去旅行很不方便 一直要找厕所 你包着包大人呢 自己又不好意思哦 所以宁愿在家里 这样子 那Mr. Lu呢 他用了电位疗法过后 他改善了 他到底是怎样改善呢 乖老师教你哦 他是为了自己啊 68岁 有些人讲老了咯 还要买来做什么 老了更加要健康 你如果老了啦 老了哦 你如果没有健康 你会连累自己 连累家人啊 OK Mr. Lu他很爱他的家人 所以呢 他讲自己健康 才可以照顾家人哦 所以他买了自己用 OK 买了自己用 OK 这个是他的宿舍啦 他买了自己用 他买了过后的话 他用什么模式 因为他经常有一种担心啊 很愧疚感 他一直好像会麻烦到别人 他开会一下子 做做工一下子要上厕所 这样子 所以呢 他会有愧疚感 所以 关老师建议他用什么呢 用生平396 来调整他的心情 每天晚上 用396 就是那个风铃声 风铃声 然后另外的话呢 ABCDE 要怎样睡呢 针对心脏 听好 针对心脏 用C 针对心脏 用C OK 然后针对那个尿式劲呢 针对尿式劲呢 针对尿式劲怎样呢 用A 因为A呢 它可以提升治愈力 OK 也可以调整治愈神经 所以的话呢 各位朋友 如果你们身边的人也是这样子的话 记得也要用这个 这个396的这个模式 还有用A跟C模式 OK 这个是我们帮到他的 结果他用了过后 真的改善了 真的是改善了 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帮过很多人 恢复健康 另外的 秀云姐 秀云姐她是心脏有问题 然后呢 秀云姐心脏有问题呢 她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的 9岁而已 9岁啊 也是心脏有问题 听好 心脏病她不会传染 她不会吃到你的口水传染 可是心脏病她会遗传 妈妈有 孩子有 很多的案例都有 或者是爸爸有 孩子有 OK 那这个秀云姐呢 她9岁很可爱的女儿呢 心脏有孔啊 有听过吗 她本身心脏的那个膜呢 关到不好 然后所以她很瘦的 她的女儿呢 小小而已啦 就心脏有孔了 有动过手术了的 那医生讲呢 可能还要再动手术 那秀云姐就发 哇 我还要拿你找钱给她出来 然后呢 她听到了这个MI过后 她了解了过后呢 她知道MI这个可以帮到她 跟她的女儿 她就决定了拿了私房钱 这样子出来买了 OK 自己买 买了过后 她跟她女儿睡 她跟她女儿睡 结果她是睡什么模式呢 所以呢 关老师建议她 两母女呢 都有这个心脏的问题 所以的话呢 关老师建议她 因为她们呢 就是 秀云姐呢 她觉得是她的责任 她生了这个女儿 她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女儿 所以她心里面有愧疚感 所以 关老师建议她用什么呢 用396 风铃声 风铃声 所以 然后她听了睡觉很舒服啊 哇 关老师很好睡啊 对啊 然后用什么模式 听好啊 对心脏好的什么模式 C模式 C模式 所以呢 她用这个396 C模式 两母女都睡到非常的好 过后 她们有感谢关老师 哇 就是我 我们公司很光荣 你知道吗 我们公司我们觉得很骄傲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帮到人 恢复了健康 所以呢 这个就是M-Line 这个就是100%日本进口的医疗器产 M-Line 各位朋友 M-Line帮到他们 M-Line 好不好 好的写好出来 好的写好出来 让关老师看到你们好 或者是比一个手指也可以 或者是打一个good也可以 好 好的打出来 是的 我们帮过很多的朋友了 但是啊 我要强调啊 M-Line不是依她的老人时代 M-Line不是依Mr.Ru的心脏 依她的尿色镜 不是依那个秀云姐的女儿的心脏 不是依 而且我们是 让我们睡的过后 睡的好 精神好 状态好 血液循环好 然后我们的血呢 从酸性变成弱减性 从肮脏变成干净 减低了五脏六腑的负担 提升治愈力 身体的问题自然改善出来 这个就是M-Line 所以 恭喜 有M-Line的朋友 恭喜你们 我们 会越来 越健康 但是饮食也要照顾啦 ok 不要乱乱吃东西啦 除了 在晕 除了有睡之外呢 你运动也要注意啊 也要运动啊 你吃东西也要注意啊 可是 很多人呢 来跟我讲 关老师 吃东西很难喔 现在出去买菜都买不到 有什么就吃什么嘛 Makie Mian喔 然后做什么运动都不能出门 所以呢 现在的时代 你不能够控制吃东西 你又乱乱吃东西 没有运动的话呢 各位朋友 睡觉是你的最好的选择 一定要睡得好 这个 ok 所以请大家 有能力的 你们选择M-Line是很好的 ok 郭老师今天 要跟大家讲解M-Line的秘密 讲解M-Line的秘密 ok 今天要讲解几个秘密 首先 我先讲这个秘密 首先 我们要怎样呢 M-Line的秘密就是 请大家去了解 真正的了解M-Line 要怎样去用呢 其实 我们要结合 身心灵的使用法 就是身体要放松 你要放松的去睡啊 你的心态呢 你要放松 然后你的脑要感受 要感受的这个电 进入你的身体呢 然后帮我们血液循环 你心脏不好 它在依你的心脏 你的胃不好 它在依你的胃 你的脚有问题 它在依你的脚 你会感受得到呢 当我们放松 调整呼吸的时候呢 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的手啊 有东西在走 你的耳朵有东西在走 你的脚有东西在走 你的全身它有东西在走 这个就是电位疗法 来帮助到身体的血液循环 这样子 你会感受得到的 然后呢 第二呢 请大家真正的感受 真空睡 什么叫真空睡 脱光睡啊 脱光睡啊 但记得关门啊 OK啊 或者是你穿越少越好 啊 相反的 请大家不要穿冷衣冬装睡啊 不要穿那种下雪的那种去睡啊 你的效果会更少 真的 请大家真空睡 OK 就是脱光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你试下 你试下一天 你找一天 真的 连内在美也不要穿 你会感受得到 M-Life真正的魅力 在你身体里面 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 请问大家有试过吗 没有试的话 今天晚上就试了 OK 好 所以今天晚上应该很多人真空啊 好 然后的话呢 就是不要放床单 我们真正感受到呢 那个就是它的质量啊 各位朋友 M-Life 这个Deep Slip 它是多么的舒服啊 它是用这个化妆品的粉部 最高的质量来做的 所以它是很舒服的 可是很多人呢 就是说 就是有多一个床单 大家就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啊 这个的 那个舒服感在哪里 所以呢 观老师建议 你不要放床单 你睡一天 你会感觉得到 它真的是很舒服的 加分 真的 要请大家 要了解M-Life 请你尝试 真空睡 不要放床单 OK 然后大家也试下 可能有一些床哦 已经是 你们的床已经变形了的 那如果放下去呢 它可能会影响到 那真正要感受到 这个M-Life的魅力的话呢 请大家记得 你们试下 早一天 放地上 或者是放在地板上 你们会感觉到 M-Life 它另外一个享受 另外一种享受 但是 在马来西亚呢 我还是鼓励大家 放在睡觉的D-Line上面 OK 放在上面 好 那如果你是睡 有些人是睡地板的 有些人是睡那个木板 Tatami的那些的话呢 OK 那你就好了 你就真正感受到 这个M-Life的舒服感 好 另外的话呢 那是什么呢 好 然后呢 各位朋友 有些了 就是说什么呢 各位朋友 如果说 你觉得用了很久 怎么没有感觉的呀 怎么没有感觉的 用了这么久 怎么用了这样久啊 没有什么效果的 各位朋友 不是产品的问题 只是我们不懂的 怎么去发挥 管老师教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正式了解M-Life 请大家一定要早一天来尝试 早一天你试下 店位300的店位 早一天你试下600的店位 早一天你试下1000的店位 你就知道这个M-Life的分别 然后再早一天 温热疗法 你试下三半身热 早一天你试下半身热 早一天你试下全身热 你试完它 生平疗法 早一天你试三九六 一天星期四一七 一天听五二八 试完它 A-试一天 B-试一天 C-试一天 D-试一天 E-试一天 当我们试完了过后呢 你自然找到答案 你就知道你自己适合哪一种 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不是我们来告诉你 是你的身体来告诉你 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M-Life有这样好的功能 Deep Sleep更加的好 请大家一定要试完它 所以关老师这边呢 有跟一些很多朋友都讲 诶我买了睡了没有什么感觉的 你有试完啊 还是你这个半年只是试一种 我用了都没有效的 你有换换来用吗 还是这一年你只是用一种而已 要换的 怎样换 全部试完它 这个是关老师教你们的秘密 所以如果你懂得掌握这些的话呢 产品是非常好 你们会爱上这个产品 你们去旅行都会带着去 是真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尝试 好像有一些呢 还有一些说 哎 关老师 怎么我用了一些 我反应好了哦 怎么又来的又反应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反应好了又来的话呢 这个就代表更加深入的 来跟你清你的病根 我们的病 从健康 小病 中病 大病 它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我们的病哦 它从大病变中病 中病变小病 它也会经过反应的哦 所以呢 你可能第一次你从大病变中病 第二次反应 中病变小病 第三次反应 可能小病变健康 所以请大家继续使用 有些人觉得 哎 关老师我睡得很热哦 会的 没有开热 有些人睡了也会热的 第一 你没有喝水 第二 你的血变快了 你当然会热咯 你的血有快了吗 好 风扇开大点啊 就是这样简单 OK 好 然后现在关老师要跟大家讲 OK 另外一个秘密 我给大家看一下 Deepslip 我们M-Line Deepslip的工厂 来 请看电影 你看到的 准备的 在不带来的 百分之家 在不带来的 一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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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注意 第七层 OK 第七层 它是整个的精华 就是高级碳纤维 这个就是 整个M-line 最好的地方 它是用碳纤维来导热 碳纤维来给大家 有这个负电位 来到达全身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秘密 就是很多人 这张会不会我老公很肥的 虽然会不会扁掉的 会不会变形的 各位朋友 M-line这个Diflip大概是6cm 大家你们看一下 第四层 第六层 跟第八层 这个呢 它是三种不同的棉制所造的 这三种我们叫做 高科技的压缩棉 什么叫压缩棉 压缩棉就是 它从1000cm 用科技来压 压成1cm 扁到不能再扁的 那一层棉 所以它是不会变形 不会扁的 一层已经非常了不起 可是M-line的Diflip有三层 非常好 而且它的表面啊 我们是有用环保没有毒的布料来的哦 还有非常高性能的这个抗菌防尘满的一种技术来的 所以各位朋友 刚才你们有没有看到工厂的那个 有一个在上面这样子来压下来的 还没有压到的那个 那个其实是它就是做了这个技术在里面 防尘满的技术来的 非常好的 所以的哈 就是M-line呢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让大家你们可以安心使用 所以不管是大人小孩 男跟女都可以使用 OK 只有三种人不可以使用 重点拿三种人 就是心脏有Batteria 如果动过手术可以用 OK 有心脏病可以用 只是心脏专有心力调整器不可以用 诶 关老师身体有铁片呢 有螺丝呢 可以用 手表呢 那戒指的耳环呢 可以用 眼镜也可以戴 腰带有铁也可以 收剂也可以 没有问题 只是心脏有装 电池不可以 OK 然后第二种呢 是怀孕 怀孕啊 女的怀孕不可以啊 男的怀孕可以的 关老师怀孕了很多年了 OK 难得可以 女的怀孕不可以啊 OK 然后第三种是什么呢 就是发高烧不可以用 那如果发高烧 你可以睡 但是不要开店 你可以睡上去 但是不要开店 OK 你不用把那个床换掉的 不用的 你睡上去 不要开店而已 OK 等你退烧了过后 你才开店 你才可以开店 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M-Life的一些资讯 所以今天跟大家更加了解 M-Life的用法 M-Life的秘密 那当然很多人就讲了 很多人就讲了 哎 关老师 真的这样有效吗 真的这样有效吗 OK 听好啊 你要相信他 100%日本进口的医疗器材 产品一定没有问题 有问题可能是人的问题 什么问题 嘴巴 嘴巴 你嘴巴 怎样呢 你乱乱吃东西 哪里会好呢 对不对 只不过你怎么去用它 好 关老师十多年 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有一个大哥 他睡了那个M-Life 大家都知道 睡了M-Life会有帮助 学一学完 三高会下降 有一位的话呢 就是他本身睡了三年 胆固醇还不会这样 胆固醇还不会这样 他遇到关老师 complaint 这么胆固醇还不会这样 可是他老婆静静 我就听听听 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问他老婆 你煮很好料给他吃啊 你知道他老婆讲什么吗 没有啊 他每天呢 每天早上都要 讲他又不听 然后他就静静了 各位朋友 那个是产品不好 还是他嘴巴不好 OK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案件啊 关老师曾经有遇过一位呢 使用了M-Life两年 老公很好睡 老婆不好睡 哇 老公讲 很好啊 关老师 M-Life很好 可是老婆讲 好好好 好个屁啊 我都不能睡啊 结果关老师 静静在那边 看着他们 两个在吵架了 吵什么 他老公骂他 当然不要睡了 每天 每天半夜 在那边看戏 所以 那个是不好睡 还是不要睡 OK 你明白吗 大家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 只要你有用 一定有好的 但是 我们要配合 身心灵的结合 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要用得正确 除了这样子的话 饮食 注意啊 也要运动啊 OK 然后呢 不要没有睡 讲不要睡啊 讲睡不好啊 OK 然后关老师呢 也有遇过一个 这样子的案例 OK 有一位 在槟城的 在槟城的 突然间 打给关老师 将他的姐姐中风了 他姐姐睡了 M-Life一年 中风了 再中第二次 哇 那关老师以为 他打电话来 骂哦 因为通常哦 怎么我姐姐中风了 虽然还会中风了 通常一般人 都会这样子 不正确的这样子想 可是 关老师 听了那通电话过后呢 我更加 更光荣的 在这个行业里面 为什么 他打电话来跟我讲什么 哦 关老师 很感恩哦 我姐姐第二次中风哦 第二次中风啊 是 医生讲哦 医生讲哦 普通啦 第二次中风啦 会更加严重 更加有生命危险 可是我姐姐第二次中风哦 只是那个手不能拿起来 多两个又好了哦 哇 医生讲 没有见过第二次中风 这样好了哦 M-Life真的很好啊 很感恩 你要关老师 哇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各位朋友 有用 好过没有用的 真的 如果他姐姐 没有睡M-Life的话 第二次中风的话 更严重 可能不再了了 所以各位朋友 有用 好过没有用 所以但是 如果说你们 觉得不好 可能你们不会用 没有关系 联络 M-Life的朋友 我们可以帮到你的 OK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WhatsApp给公司 公司会联络你 这样子 最好的就是 联络 M-Life的朋友 好 那最主要的 想要所有东西 记得 预防生育治疗 就是 请大家记得 M-Life它不是 救命器材 它是医疗器材 来帮我们预防的 预防不会辛苦 不需要花很多钱 治疗很辛苦 花很多钱 所以大家要预防 还是要治疗 当然要预防 所以预防不需要很多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预防的话 M-Life单人的 一个人预防 16500 两个人预防 20600 还有送你 这个白金能量诊 这个就是预防 但是如果治疗呢 如果你去开刀呢 需要多少钱 心脏病多少钱 中风多少钱 癌症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预防 生育治疗 OK 这个就是预防 所以如果 想要预防的朋友 请你们 联络 跟M-Life的朋友 做出行动 你们的未来 就会改变了 好 然后呢 还有最好的消息 是什么呢 两者半 OK 为何这个2月1号到2月10号 现在订的朋友 你们除了13800拿到 还有送你们这个13800块的 这个13800块拿到之外 还有送大家2250块的这个枕头 非常的划算 有很多人已经订了的 已经安排申请了的 所以请你赶快了 OK 请你赶快了 不要讲乖老师 没有提醒你 那各位朋友 坦白的讲一句 有能力的朋友 请你 要带回家 不是为自己 也为了全家人 没有能力的 没有办法 你要想尽办法 让自己 一定要健康 有能力的朋友 请你选择回去 而且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刷卡 还有刷卡 有一些呢 买这个医疗器材 是什么呢 他是 我没有去旅行 省了那个钱 我来买医疗器材 我本来要换车的 不用换车 我来供这个 这样子 也是很好的 投资啊 为什么 健康是买不回来的 健康只可以预防 OK 我们投资什么都好 最重要是投资健康 如果是单人床 15700 如果是一年 没有利息的话 只需要每个月 1308块 33毛 33千而已 OK 然后如果是三年的话 每一个月 只是450块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 医疗器材了 在你的家 听好哦 是医疗器材 在你家哦 医疗器材 不是运动器材 不是按摩器材 不是健康器材 而是 不是美容器材 而是医疗器材 在你家 各位朋友 多么光荣的事情 OK 这个过年 医疗器材 在你家 是不是好事 OK 来帮你守护 你一家人的健康 所以如果 想要了解更多的 请联络 带你们来 线上会晓的朋友 因为相信很多都是 有人叫你们上来听的 联络他 哎 我要 我要试床 我要了解 我要买哦 怎样呢 联络他 他会帮到你的 OK 好 所以今天是 关老师的最后一堂课 很快的 就是15天讲完了 就是我有点不舍的 如果说 有机会的话 关老师会在这边 分享更多的给大家 那希望 给到大家一个 很好的 一个健康的观念 一个概念 OK 请大家 留守我们的 这个MLife的网站 会有更多的健康资讯 记得按like 跟follow OK 还有呢 把好的东西 sharing出去 OK 关老师 在这边 跟大家 再 拜一个年了 希望大家 一定要 今年里面 一定要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活到 100岁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感恩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给我们的关老师 从第一天到今天 每一天 关老师讲的都是那么的精彩 那么的用心 我们全部都赚到了 如果还没接床的朋友 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你可以联络你MLIF的朋友 或者是介绍你上来会场的朋友 或者是扫我们的QR Code申请就可以了 今天 我没有预告了 你们会想念关老师吗 如果会的话 记得在chat那边刷上一波MISS 我也希望呢 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再邀请关老师上来和我们分享更多 在这15天呢 一定关老师分享了那么多 关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很多真实的案例 让我们更加的清楚 健康真的很重要 所谓预防胜余治疗哦 最后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老话 话说也非常的好哦 老公失去健康 老婆就是别人的新娘啊 老婆失去健康啊 老公重新护治心烦啊 老人失去健康啊 天伦之热成为奢望啊 儿童失去健康呢 父母痛断肝肠 人的一生没有健康 就是百忙必尝啊 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啊 最后呢 Jacklyn要祝大家 暑期过2021年 牛年 牛转乾坤 Happy New Year 谢谢幕后的工作人员和翻译员的团队 在这15天默默的付出 我是今天的Jacklyn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comment 拍大defense villains 我发现不行 拜拜 这个人的优优 iş AM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